第八百四十四集 纷纷被四家抢招 石会联盟解散的消息 也是他们放出的 这是想迅速给越野城玩家 认识一下自己 一直以来 越野城玩家 都是指挥石会联盟 举之一个老大云中木 石会联盟具体哪石会 各行会有没有会长什么的 几乎没人关心 现在不同了 四家行会自立门户 再不被人知道名字 再不被人知道会长是谁 那对推广可不利 于是四家都是不遗余力的 迅速进行着推广活动 就差没撕着人耳朵告诉人家 以后越野城老大就是我呀 就是我 此时冲进酒馆 和朋友谈起这一消息的玩家 只是第一个 跟着第二个 第三个 也是有收到朋友消息的 瞬间整个酒馆都沸腾了 大家纷纷都开始讨论这一话题 云端城这票人 听了当然有些茫然 云中木先他们一步 回来时还是好好的 怎么突然石会联盟 就解散了呢 难道还有会长跑得远了 于是行会就兵变了一说 正疑惑着 想找云中木问问 突然酒馆门又开了 倒是顾飞走了进来 一眼就瞅到众人所在 一边打着招呼 一边嚷嚷 云中木刚和我说想加入咱们行会 这一声听到的 可就不只是含着公子他们了 整个酒馆瞬间安静下来 云中木是什么人呢 那在越野城 就相当于云端城的千里一岁 那是最可怕的魔王 石会联盟的解散 云中木没有坚持 竟然是要投入其他行会 怎么说以云中木的名望 随随便便就可以再拉起一个 普通五六级行会啊 安静数秒后 酒馆里的玩家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已经看到顾飞这声招呼 是向着谁打来的 他开始讨论这帮人是什么来头 竟然可以将云中木这么牛的人物 也收归账下 此时是不是该抓住机会 上去抱个大腿呢 这怎么回事啊 等顾飞坐下 八卦之魂已然燃烧到了满极的 佑哥迫不及待地问 他消息给我说 想加入咱们 一百多号人 咱们很多空位吗 哦 不是问这个 我是问石会联盟怎么了 怎么会解散的 这我不知道啊 靠 不解散 他们怎么会加入我们 顾飞笑 他加入是他的事 和石会联盟是不是要解散 有什么关系 佑哥一争 从逻辑上说 显然顾飞是对的 但看顾飞好像并不知道什么 立刻对和他说话没了兴趣 干脆问云忠目 这好不好呢 是不是有什么伤疤 佑哥纠结了 他人来了 你想知道就问他呗 顾飞过来的时候 顺便也约云忠目 云忠目他们当然会过来 准备一起商量 蹂躏英之团的大忌 佑哥急得抓耳挠腮 总算是把云忠目给盼来了 都在呢 云忠目意气风发地走进 全酒馆又一次安静了 大家想当然地认为 石会联盟解散 这个一手创立 并将其发展壮大的 当家云忠目 必然会是痛苦不堪的 直接白了头都可以接受 但此时这家伙 却是一副 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模样 这让大家分外的不能理解 难道加入我们 会让人激动到忽视一切痛苦和哀伤 靠 要不要脸啊 你自恋也不要把我们都带进去 好不好 其他人抗议 云忠目过来 潇洒入座 自己给自己倒酒 一边问 聊什么呢 不知我们整间酒馆都在聊你 聊我 聊我石会联盟吗 对啊 怎么突然散了 哎呀 老子累了 不想干了 直接就退了 结果这帮孙子没出息 就这么散了 云忠目笑道 这么简单 当然 云忠目却是肯定的点头 像什么为了不想给大家 制造麻烦之类的 这种心思云忠目会做 却打死也不会承认 把这种东西说出来 在他看来才是件丢脸的事 自己是纯爷们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 婆婆妈妈的忧伤和顾虑呢 见鬼老大什么时候出来啊 咱这等着入会呢 云忠目一两句话 就堵得又搁不下去了 倒是开始占据主动 明天差不多 韩家公子回问了他一句 英之团那帮孙子 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动静 云忠目说 石会联盟散了 这消息传得这么快 他们大概也很容易听到 这样一来 英之团还会有什么动静 真是更不知道了 想想办法 不能让这帮孙子 这么嚣张下去 正这时 酒馆房门又一次被推开 两人肩并而入 目光在酒馆里扫了一圈之后 问道 云忠目老大在不在啊 谁啊 云忠目听到喊他 已经回头 顾飞也是顺声抬头一看 笑了 来的正是多目和目多 这专业记者 真是太狗仔了 这消息刚传开 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这帮家伙估计也是工作室 传送卷轴大客户 他们这儿哪有新闻 飞快就往哪赶呢 没传送卷轴怎么行 多目和目多 一扫这边名人真不少 笑容满面的就上来了 哟 都在呢 他们做记者的 很注意和名人打好关系 毕竟话题主要就是由他们制造的 新出十级菜鸟 只要不是把一座主城直接毁灭了 谁会去采访他们呢 佑哥眼睛一亮 他是热爱八卦 但人记者那就是专业的打听八卦 制造八卦 这个业余和专业的 怎么着还是有点差距的 于是就见佑哥非常友好的 把多目和目多引了过来 塞到云中墓面前 而他则退居一旁 准备安心去听自己没问出来的 背后的故事 其他人 显然八卦精神就极欠缺了 比如最没这心思的顾飞 此时已经去向韩家公子询问 下一步砍人计划了 而韩家公子则是专注他的酒杯 也对参访什么的关注不大 雨天神明和战无伤 则只是又讨论了一下 目多算不算是个美女 后来把火球也吸引过来参加讨论 见男优企人则在盘点 如果有朝一日也要被采访 需要收取什么样的费用呢 漂流一脸若无其事 显得很见过场面 而诺夫旧性和漂流旧比较相反 从来不和游戏里竟然也还有记者采访一说 虽然不是采访他 但竟在咫尺让他十分好奇 见云中木 现在心情良好 对两个狗仔也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但问来问去 又哥都叹息了 多木和木多也生出一种被调戏的感觉 当然心情好归心情好 但云中木对于他们的采访根本就不配合 完全是在耍他们玩 似乎并不想公开自己真实想法和意图 多木和木多叹了一口气 这个第一手的当事人采访困难重重 看来这次报道又会少了不少深度 不过这两个人也没有强问下去 和众名人匆匆一打招呼后就离开了 云中木采访不到什么 但可采访目标还是挺多的 多木和木多继续忙碌去了 云中木等着俩儿一走 则继续凑回桌上 想和大家继续认真讨论 有关英之团的问题 我说过了 你们时会解散 那么英之团下一步会做什么 那可真没有预测 本来当然是来继续找你们的麻烦了 韩家公子说 英奇那边盘点完库存 总要换新的仓库 也许他们接下来会负责搬货 云中木揣测 有这个可能 这事肯定要绝对可靠的人来做 从英之团的人可以随便进出仓库来看 他们应该当得起这个责任 不过物资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绝不会吝啬卷轴 韩家公子说 哎 如果知道他们的新仓库在哪就好了 云中木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和英之团大干一场 静观其变吧 这一天已经很多事了 韩家公子说 在座的人都点头 这一天虽然细节上很多人都没做什么 但从整体来说 这两天的游戏内容真是丰富的要死 现在看来总算进入一个整些期 大家都是小松了口气 此时最忙碌的 当然要数多木和木多了 从石会联盟和英旗工作室大起冲突 从游戏里一直掐到论坛上开始 他俩就已经在关注这一新闻了 正想对此事进行报道 没想到 这事发展得如此之快 一天不到 石会联盟就已经宣布解散了 多木木多不敢再怠慢 匆忙杀进游戏来进行采访 那想第一站 遇到主角云中墓 就是攻不下的碉堡 两人无功而返 两人之后在越野城里转了一圈 通过他们的关系渠道 总算又采访到了一些石会联盟和其他人员 当中也不乏原石会联盟的高层 而这些继续坚持原有行会的人 90%对于云中墓和他的一群兄弟仓促退出行会 导致石会联盟散伙的行为 表示高度不满 不过 自诩很有专业精神的多木和木多 却不想这样成为一言堂 新中墓的心思 虽然他们不能直接问道 但通过许多细节 还是客观地分析了一下 云中墓为何会说出累了这样的话语 而和英奇这番角力中 到底还发生了些什么故事 传遍越野城的两位记者 却是怎么也问不到 于是两人决定 把这次内容做一个连载 先把眼下的结果报道出来 再开始从头挖掘事实真相 于是当晚游戏在线人数的高峰时刻 石会联盟解散的消息 便被明记多木木多 轰轰烈烈地报道了出去 此时 甚至连云中墓都守着二人的报道 看到两个家伙旁敲侧击后 对他一番分析 也不由地叹息 妈的 这两个家伙还真有点门道啊 多木木多不愧是网游资深记者 秀学敏锐 云中墓虽没配合他们 但云中墓退出行会的心思 他们却也是猜了十之八九 两人由衷地指出 非常逆天 在和英奇工作室抗争中 肯定是感觉到了工作室实力的强大压力 这种压力实惠联盟大多数人 可能还不知 但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的云中墓 已经敏锐察觉 他发现没有圣机 于是毅然决然带领他一班兄弟 退出石毁联盟 他的真实想法 或许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带走和英奇的仇恨 让石毁联盟更多玩家 可以不用卷入这场漩涡 云中墓 平行世界最大行会团队领导 不愧是位负责任的老大 你们的话太多了呀 看这报道 云中墓是喜忧参半 他喜的是 并不是多牧木多 对他的正面报道 事实上 这反倒是他所担忧的 多牧木多 何以能上一上线后 就立刻捕捉到云中墓的所在 其实这多少有点 云中墓暗中配合 石毁联盟解散 这在月夜城 是会瞬间传开的消息 但 对于其他主城来说 并不太多的关注和咨询交流 很有可能让他们很久以后才知道 所以云中墓需要借一个外人之口 让这消息尽快地散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 石毁联盟已经解散 为什么解散 相信不用什么人分析 随便谁都可以想到 肯定会和石毁联盟近期的工作室的纠缠有关 工作室如此之大的能量 相信会引起相当多玩家的不安 吐死胡悲的感觉 会让他们对石毁联盟抱以同情 英旗工作室或是英之团 如果这个时候 还要对石毁联盟的那些旧部 继续打击的话 那肯定会触发重怒 这是工作室绝对不敢的 他们远比行会什么的 要更加注重在玩家心目中的形象 云中墓不敢断定 英旗工作室对他们是否参杂有太多私人恨意 他担心即使行会散了 英旗依然不肯罢休 所以他暗中配合出这么一把戏 让石毁联盟解散 以最快速度传遍全平行世界 是想借悠悠之口来赌英旗的出手 事情挺顺利的 多目目多的报道 无疑是游戏中传播最为广泛的方式了 只不过 这两个家伙话也太多了些 云中墓什么都没说 他们却把云中墓的想法都很真实的推测出来 这等于是暴露了云中墓的目的给英旗知道 就算他们知道 相信他们也只能放手吧 希望他们能保持理智 关上帖子的时候 云中墓禁不住地想着 而此时英旗工作室这边 倒真是他们给猜着了 午夜再继续进行盘点 而英之团的人却开始帮忙进行货物转运 将已盘点过的货物 通通地转去英旗 跑了一天物色道的新仓库 委托安全省事 他们已经不是那一个个叱咤风云的高手 而是一个个灰头土脸 全像是出卖苦力的劳工 头儿 这时第三组突然有玩家上线 英之团依旧三组轮班干活 可怜的三组今天一天都在该休息的时候 多次被喊上来干这干那 于是被特学好好休息一下 于是到现在还没换班 但这次却是三组玩家主动上来联系永远 什么事 永远此时也是劳工之一 实惠联盟解散了 哦 哪来的消息 全世界都知道 是多目目多报道的 看时间好像就是仓库通通被我们抢回后 那些家伙回去 然后没过多久就解散了 过程呢 过程写的简单 云中墓直接带了一帮人就强退了 可以说是暴力解散 这家伙 永远叹息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丘哥问 拿人钱办人事 怎么办 用不着我们去思考 永远在频道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英职团不少人心中浮起一阵的悲哀 虽然他们这些办职业玩家 比太多全职业玩家都要好过的许多 不过这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却是太多全职业玩家都没有的 许多传职业的玩家 都是自己给自己打工 不想做的话 不想接的任务 大家大可以荡气回肠一甩手 而他们呢 老板盖世齐英派下来的伙 哪怕要向四千人开战 他们不也得想办法硬着头皮上吗 当挂掉的时候 老板第一时间关心的是 装备有没有被爆 那我先下来啊 丘哥这报了个信 听到永远如此说 却也觉得有点异性阑珊 是啊 本来就是和他们完全不相干的事 这么操心干什么 打工打的还真是有职业操守